3月8日是杜富佳来到武汉的第17天 个头小小的她来自贵州遵义市煤坛县人民医院 她是排雷英雄杜富国的妹妹 但在武汉她更喜欢别人称呼她为护士杜富佳 我觉得我哥哥是我哥哥我是我 我更希望的话别人是觉得我护士杜富佳 而不是杜富国的妹妹 27岁的杜富佳在家中排行老二 春节前夕 哥哥都富国富商后 首次回到美潭老家 这也是她7年来第一次回到老家过春节 面对男的团聚 身为医护人员的杜富佳选择坚守岗位 来后又请战出征武汉 我的职责的话 本身就是一个就是活生的职责 还有一个使命感 在这方面的话就确实我 然后我想要上前线 我不是一个医生 我们来这里的话 只是说尽自己的所能了 但是的话医生谈不上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第八病区 就是杜富佳的战场 杜富佳所在的第八病区 收治的大多是新冠肺炎危重患者 杜富佳称 过去在急诊科 抢救生命是第一位 现在还需要关注病人的心理 可能感情方面的话 这有不太同吧 我在急诊科 因为急诊科一来的话 都是很急的 基本上都是先看病人的病情 可能沟通上这一块的话 就比较少 但是在这里的话 我们会需要很多的一些沟通 给他们一个心理护理 三八妇女节前夕 杜富佳和队友们 在朱丽酒店 连夜用卫生纸和彩笔 为病区女患者们 做出一束束康乃心 看到他们开心的话 我觉得我加班好 而且做肚子了 我们几个队友 然后一起跌 跌到晚上十一二点钟 谈及家人 杜富佳也说出了自己的困扰 在杜富佳看来 哥哥是英雄 还他只是一名平凡的护士 杜富佳说 就死扶伤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不愿被媒体过多的宣传 甚至神话 这个的话是我很困扰的 因为我是来这里工作的 我需要安心的工作嘛 还有就是 我们来这里做的事情 和我们在我们当地医院做的事情 是一样的 所以说 这只是一个 我们都在做的一个平凡的工作 没有必要 像过多的宣传啊 过多的神话 这么多的宣传 对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